真女神转身系列在JRPG领域中一直是一个传统而独特的存在 说到传统是因为它在玩法方面 无论是探索收集、角色养成还是回合制的战斗 都是非常纯正的日式JRPG玩法 而说它独特则是因为游戏整体的黑暗画风 阴间配乐、猎奇的人设和浓厚的宗教色彩 这种独特的风格和其他JRPG比起来不能说是略有差别 只能说是完全相反了 或许这种题材比起本家女神郁文露那种轻松的风格受众窄了不少 可救号这口的玩家也是大有人在 尤其是其中大量的宗教隐喻 对于考据和知识党来说简直就是福音 游戏中可以收集的伙伴、众魔以及大量的关键NPC 都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 如果你本身就对相关的故事感兴趣 那么游戏中200多种不同的众魔 肯定能够让你一本满足 由于本期是无剧透减评 因此剧情上就不多评价了 简单的说呢 这是一个讲述王权秩序和自由混沌的故事 对类似宗教题材感兴趣的玩家 这部作品应该会相当对胃口 游戏的战斗采用的是传统的回合制战斗 放映如今的游戏界 虽然绝大多数回合制的游戏 整体框架模板都大差不差 无非是根据优先级轮化回合 然后轮流释放器呢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这类游戏 都有那么一点点自己独特的机制 像是骑鹿旅人中的弱点破坏和BP管理 就是我个人认为相当不错的一套核心系统 而本作中同样也拥有自己的这样一套机制 和刚刚提到的骑鹿旅人类似 每一个敌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属性 如果用对应的属性进行攻击 则可以获得再动一次的机会 当然只能获得一次 不然就无限套娃了 相反啊 如果我方用敌人免疫的属性进行攻击 则会额外损失一次行动机会 这基本确定了整个游戏战斗的核心 寻找敌人弱点 制定对策 然后进行针对性攻击 整个机制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细节也不少 例如战斗中pass和换人的行动 也和攻击弱点有着同样的载动效果 因此可以合理利用这两个操作 来让自己的主力输出决策 一回合进行多次攻击 整个战斗系统给我的感受是中规中矩 对于一个JRPG而言算是无功无过 但本作在难度方面 却和JRPG一贯的友好难度不同 即便在普通难度下 也非常考验玩家对游戏机制的理解 因为以上的多次行动机制对于敌人同样使用 如果没有在战前合理的配置队伍 并在战斗中合理的进行运营 那么即便是等级压制 也很可能被boss一套脸死 更何况游戏前期的经验获取相对寒碜 如果玩家没有购买预魂增加的DLC的话 即便只是单纯跟上主线的等级 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刷怪 想要等级压制boss就更困难了 我对于这种营销模式不知可否 只是出于个人的游玩习惯 我认为本作如果适当上调经验获取的话 整体流程会更加顺畅 游戏的迷宫也比较复杂 而且单个迷宫的流程相对较长 对轻度玩家可能不是那么友好 其地图的复杂程度在我看来甚至接近逆族之刃2 不过比起后者 本作的场景视野更加宽广 加上不存在那么大量的纵向结构 整体没有那么容易迷路 当然了 也得益于这样的地图设计 游戏在每一个迷宫中 都拥有丰富的支线和隐藏收集要素 如果能够接受这种设定 那么本作丰富的探索内容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不过这里要提一点 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原因 游戏并没有及时存档和及时传送的功能 玩家必须到了存档点之后 才能进行以上操作 尽管游戏前期就解锁了 可以随时返回最后接触的传送点的返回支柱 但为什么不设计一个直接传送的功能呢 这点让我非常不解 纵观其他地图较大的游戏 都拥有及时传送和及时存档的功能 因为大剃图就意味着需要探索 探索就意味着玩家不可能老往家里跑 而本作本身难度就较高 一分钟一存档那是家常便饭 那种打一只怪跑回去存一次档 捡一个东西跑回去存一次档 给我的体验相当不好 当然了既然是JRPG嘛 那么角色的养成深度也绝对是重要的一环 本作也没有让我失望 养成上限堪称无底洞 因为本作独特的战斗机制 除了主角和三只主队中的众魔以外 我们需要时刻准备一些被选的众魔 来应对弱点不同的敌人 而众魔不仅仅可以通过和野生恶魔对话来进行说得 也可以通过将下级众魔进行融合的方式逐步获取 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众魔还可以习得融合素材的部分技能 而除此之外游戏中还存在一种名为众魔灵体的道具 对主角或是众魔使用这些灵体 也可以让他们获得灵体所拥有的技能 而尽管如此 由于主角和每个上级众魔都有自己的专属强力技能和擅长的技能类型 因此也并不需要担心这些角色同质化 总而言之 本作的阵容构筑非常灵活 上限极高 玩家们基本可以随心所欲的针对敌人的弱点 或是自己的喜好构建属于自己的众魔小队和每一个众魔的每一个技能 最后总结一下 本作拥有非常扎实的内容 在迷宫设计和RPG构成上尤为出色 战斗方面中规中矩 整体虽然存在一些小问题 但是也瑕不掩瑜 至于题材方面 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肯定会爱得死心塌地 非常推荐尝试 即便是对本身题材不感冒的朋友 本作的玩法方面质量也足够硬 如果喜欢JRPG玩法 只要能够接受这种另类的风格 那么也绝对是值得一玩的佳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